對這個是在往後振興來用的 對 所以如果今天有一個朋友剛打來電話來說 我要去買房子1600萬 你要不要去用coupon券來付他的四分之一 這個不過我跟委員報告 這個就覺得這個時候又不是在說那種自殘 對 他也是創造這個經濟啊 也是創造這個消費啊 不是嗎 他也是帶動性的 你這個一直是龍頭產業嘛 建築一直都是龍頭產業 如果在那邊要紓困 也是整個系統都被紓困嘛 不是嗎 不是 我們進入這個防疫跟經濟的紓困 已經好幾個月了 快要一季了 那麼到現在為止 我們很多事情確實應該可以進入檢討的一個階段 那我們最近我們黨團也一再的 仍然在就發現金這個部分呢 一再的向政府來提出呼籲 那麼到現在為止呢 你們對發現金這些事情好像還是沒有定案對不對 你們有發啦 你們有發 我們現在已經在發現金了喔 已經有的喔 一千空三十五億喔 這就是產業紙困的現金喔 我有一個會議的程序詢問一下 那個時間停一下 好 謝謝 你以後盡量用國語來說明清楚 好 可以 因為我們現在面對的不是只有會台語的 鄉下很多 沒有問題 都不會聽不懂你在講什麼啦 好 我知道 盡量 好不好 用大家都聽得懂的 各位來回覆我的詢問 好 那麼現在呢 我們就回到剛剛那個源頭 到底是現金好呢 還是這個庫泵券好 我個人認為 現金要 庫泵券也要 它是一個前後而已嘛 對不對 這個時候救急 尤其是針對那個經濟弱勢的民眾 我們一定要用現金來救助他們 好 經濟弱勢現在已經在發了喔 已經在發了嗎 每個人都發 這一個部分 經濟弱勢的部分 衛福部在發 然後勞動部那邊也在發 而且這個禮拜都啟動啦 什麼樣的條件可以領到現金 這個部分呢 有整個的一個機制 勞動部那邊有機制 現在變成勞動部在發 第一個 就是經濟弱勢的部分 有社會救濟 衛福部 然後勞動部呢 就是這些小型商家 我講的經濟弱勢 是講全面的來看 所有的經濟弱勢的民眾 而不是產業而已喔 我跟委員報告喔 不是產業而已喔 如果是發了現金還是失業喔 這個是很嚴重的議題喔 發了現金還是失業 所以現在我就引用 財政部前部長張聖和講的 你現在現金花完還是失業喔 不對 現在是你部長 不是張聖和當部長喔 沒有啦沒有啦 現金跟抗風券之間 我個人認為是兩相 是相助的 不相拉抬的 而不是排斥的 我一定要先說明這個 一個是紓困現金 一個是刺激消費的 那現在是在談紓困啦 這個是有一個前後啦 優先順序啦 所以 你不要因為國民黨提了 你就全面的 就民主讓機場民眾受苦 喔不會不會不會 這個的時候 這個不能發現金 這個不對 我們要發現金 我跟委員報告 也要紓困 也要抗風券 現在 紓困的現金已經在花啦 如果已經放得真好 那 抗風券有沒有一個限制 比如說他設限 有沒有一個設限說 什麼樣的條件 什麼樣的事情 我們可以 這個我們都在蒐集意見 還在蒐集意見 對 因為這個是在往後振興來用的 對 所以如果今天 我有一個朋友 剛剛打來電話來說 欸我要去買房子 一千六百萬 你要不要去用 庫風券來 來付他的四分之一 這個不過我跟委員報告 這個就覺得說 這個時候 又不是在說那種 在製產的啦 對 他也是創造 這個這個這個 經濟啊 也是創造這個這個 消費啊 不是嗎 他也是太動性的 你這個 你這個一直是龍頭產業嘛 建築一直都是龍頭產業嘛 建築一直都是龍頭產業 如果在那邊要紓困 也是整個系統都被紓困嘛 不是嗎 最主要還是在 你回去講一下啦 我知道你現在沒有答案了 因為是我剛剛臨時接到這個 一通電話說 問一下 有沒有這個設限 有沒有這個限制啦 顯然你們還沒有想到這個嘛 對不對 不是不是 剛剛那個林代華委員講的電子支付 我跟他也非常的反對 那我們鄉下的人都沒有 連什麼卡都不知道的 我們怎麼使用這個電子支付 來享受你的紓困 沒有辦法享受 對 沒有辦法享受你的紓困 這個是在鄉下啦 偏鄉啦 還有上年紀的 是啊 那這個部分我們用敬勞卡 對 你還沒有講到敬勞卡 剛剛林委員提到的敬勞卡 你現在講到敬勞卡 我也同意啊 但是你們要全面 沒有 你們不要偏露了一些 弱勢的 我在強調我們現在是 為弱勢的民眾在講 好 謝謝 好不好 好 謝謝 另外呢 你們這個目前呢 紓困的這個 業別啊 還是有一點點 紓漏 我在這裡特別一個建議 因為我們這個 我舉幾個例子啦 舉幾個例子 比如說 很多的大的醫院都有一個 所謂的商圈 我不曉得你沒有去過醫院 很多都有商圈 它的產業非常的豐富 但是我們今天 當我們在談紓困的時候 這些產業有沒有被紓困到 這個可以 這個就是特定 特定區域裡面的餐飲零售 這個OK 特定區域 你們有這個特定區域這個 這個要給辦法 有有有有 因為現在 譬如說像101 以及機場裡面的餐飲零售 現在有啦 那個有啦 我現在是講醫院啦 還有觀光工廠 這個都有特定區域 有啦 有 如果有要講個清楚 因為我們問了幾個 包括榮總 包括台大都說 他不曉得怎麼紓困啦 因為他們現在是統包商 不是不是 跟醫院來簽約 不不不不不 那麼所有這個產業都是統包商 一個人一個在負責 不不不不 那統包商不曉得要跟誰申請欸 是衛福部還是跟哪個 國防部還是哪個 跟委員報告 最主要是一 行業 他是餐飲 或者是零售 他直接來申請 不是那個統包商 這問題就是現在 統包商申請了以後 他不會下放給底下 我們也是擔心這個啊 所以你們要把話講得清楚 所以我現在跟委告告 是個別 個別業者 個別行業 提出紓困 這個才實惠 這個才實惠 對啊 這個要講清楚 要講清楚 所以我就跟委員講 一個就是 在特定區裡面 譬如說剛剛委員關心的醫院 那醫院裡面的餐飲跟零售 這個可以來跟我們的商業師 來申請我們副市長在 我們都跟找業者談了啦 我再舉一個例子給你聽 那個部長 現在這個藥品製造跟代理業 也是一樣欸 他們 因為上次我們談過 現在連原料藥都買不到 就是要買到也是 這個這個這個 別的國家進來 甚至用更高的代價 成本來買 那買到以後 他需要紓困 是要向你紓困啊 還是要向衛福部紓困 還是向哪個單位去紓困啊 跟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就是衛福部 對 不是經濟部喔 對 對 因為 因為有些業者打了電話來說 我到底要跟誰紓困 一行業北 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對 那現在講到行業別 最後我會跟你討論的 好 你們現在是一個通責的一個方式 但是還是有一些疏漏 沒有辦法讓這個業者呢 是到底要跟誰申請 譬如說 譬如說 現在這個蔡英文 一直大力推廣的這個離岸風店 他的海事工程啊 最近遭遇了非常大的一個空境 第一個 技術人員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我們禁止入境啊 有很多的技術人員沒有辦法進來 材料物料沒有辦法進來 甚至讓他們變成幾乎要停頓下來 他說我到底要跟誰紓困 是你經濟部呢 還是海事相關的海運部 到底是哪一個 他紓困的要求對象應該是哪一個部會 這個部分呢 直接來跟我們專案申請 我們都會協助 我繼續跟你講這個事 你現在是一個通案的一個通責嘛 你們同時應該要有一個專案的一個管道 讓這些 這個不曉得要向哪裡申請的這些業者呢 也有一個路可以走 你們現在已經有這個專業審查了嗎 有嗎 都有都有 這不是能源局啊 像能源局 對啊 他什麼事情都會找能源局 又去找你 我覺得真的 那就講得很清楚 已經有專業審查 我怕你們沒有了 好 最後的時間呢 我們還是回到這個 因為這個 發現金這個事情啊 是大部分的國家 我看起來是這樣啦 我不曉得你的看法是什麼 而且呢 是大部分的民眾都非常期待的 但是你們還是有你們的一個 堅持的地方 我個人還是強調 因為我們要把現金跟库碰券 是相互拉抬 來創造我們後續的 這個經濟的動能跟民眾 弱勢民眾的最起碼的一個 基本生活的一個支柱了 所以你們應該要非常認真的研究 直接補色 這個突發這個現金的效果 跟後段的库碰券 帶動整個經濟的成長 跟這個振興啊 應該是相互依存啊 我不曉得你 你有沒有什麼新的想法呢 還是一直堅持 就是不發現金 不是 我現在跟委員報告 現在呢 是在紓困階段 我們已經在發紓困的現金啊 然後呢 委員在關心的是 往後 刺激 振興消費 對 那個部分 那後面這個階段 我們也在收集資訊 還在收集 也不能太慢啊 因為 這個要即時 謝謝委員 你跟我們提醒 對 我會來注意 最後一個呢 有一些困難的企業 你們有一個標準嘛 認定的一個標準 時間啊 我覺得應該要放寬 有很多的產業 不是現在就馬上發生 而是 三個月以後 六個月以後才發生的呢 你不能說啊 你前兩個月 我只看你的前兩個月 我只看你的前兩個月 來認定 時間應該要放長 我跟我們報告 譬如說 像工具機產業 就跟我們講說 他們 你如果跟去年比 去年本來就 已經 很難 很難購入子啦 跟他比還是一樣 那就說 好 那我們就跟前年比 甚至於到最後 依產業特性 依產業特性 來討論 然後跟產業 產業的工會 有共識以後 我們有專案認定的一個基準 我覺得要看 考慮到 檢證 變明 而且要看得到 吃得到 用得到 對 都是一個大元 但是我還是建議部長 你們是不是應該考慮 要設一個損益兩評點啦 因為你業者 你除了參考去年的以外 你同時要考慮現在 他這個同業的利潤率是怎麼樣 是高是低 應該有一個客觀的一個標準啦 各位報告 這部分我們都會跟產業工會來談 直接跟工會來談 對 所以我們你看 這幾個禮拜的假日 我們沒有休假 我們都是在跟產業溝通 所以產業也感受到 第一個 我們那個表格給他們看 用打勾的 他們認為說這樣很簡證變明 不是在做文章的 我們希望你們跟產業的對話要 立即要多一點 不然的話我們怎麼會有那麼多的按照 一直跟我們申請的要求 對不對 對 好不好 好 謝謝 委員提醒我們 好 我們